天氣熱得爆炸 不行,我先安裝冷氣 老老實實,這個時候找師傅很難找 不要緊,我自己來 肥通,你自己安裝嗎? 是啊 這樣安裝不行 為什麼? 你有沒有排名? B哥,你安裝冷氣多少年? 做了十幾年了 主要做哪方面的事? 主要是清洗冷氣和裝冷氣 其實我要請教一下 在裝冷氣的時候,留意什麼地方? 不要這麼快裝機 買機已經要留意 窗口機又是冷氣機 分體機又是冷氣機 究竟有什麼分類的冷氣機? 以前的冷氣機是定頻的 現在還有 現在再來有新的電頻冷氣機 新的特別貴 但幫你省了電費 又定頻又變頻 究竟是什麼? 這個就是一般定頻機 壓縮機 一開始走的時候 就有全能力 當它夠冷的時候 就會停下來 當它一開始覺得不夠冷 就會再全能力 就會不斷 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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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設計的壞處 在運行和停止之間 可能會產生很大的溫差 要補償這方面的溫度 就要耗費很多電力 而壓縮機 只能在全能力的情況下運作 我身邊這一部 就是變頻式的冷氣機 現在很多分體式 都是用它 它會節省一點 變頻式的冷氣機 我們看到電壓的波幅 比較少 當它夠冷的時候 它就會把壓縮機的速度 減慢 令它保持到室溫就可以了 好處很明顯 夠冷的時候會降低電壓 而最小的功耗 令室內保持在一定的溫度 不用每次起動都使用全能力 而這樣也免除了定頻式冷氣機 溫度大幅上落的問題 雖然這種大溫差追落後 很浪費電 如果說得實際些 變頻式冷氣可以省多少電費呢 變頻式冷氣 通常省2-30%電費 當然要視乎環境和使用方式 知道變頻式冷氣比較省電 而且大部份都是分體機 肥通又想到另一個問題 其實窗口機和分體機 最大分別在哪裏呢 最大分別是價錢 一般分體機 一匹至兩匹 可能大約是4000-8000 而窗口機一匹和兩匹 價錢可能是2000-4000多元 如果這麼省價的性格 以後當然要買窗口機 最多最多最多 買變頻式機 壓縮機 那又不是 因為分體機的壓縮機 放在屋子的外面 而窗口機是整件一齊 所以窗口機在室內 你會明顯聽到壓縮機聲 會比較吵 如果睡房的話 這樣就沒那麼舒適 內用性呢 內用性 因為窗口機的底盤通常是鐵 分體機裡面的水盤 各樣東西是膠的 沒有內用性 各樣東西大約 我想只差一倍 分體機會比較耐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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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